大家下午好 感谢大家收看 GoMix每日财经快讯 GoMix一站是全中文服务 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 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三 我是Jacky 那么开盘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 截止到目前的澳洲股市总体下跌 0.7%表现不容乐观 但是反观亚洲盘面 香港恒生指数先跌后涨 微景反弹 目前创出了今日当日的新高 中国方面的股市创业版也创出了小幅新高 昨天我们看到的市场表现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美国股市又创出了短期的新高 纳萨克和道英斯最终都是收涨 但是今天开盘澳洲下跌 然后日经是轻微上涨 中国和香港方面是先跌后涨 整个资金方面在全球资本市场已经出现了 继续深度的分化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 在目前对股票各股投资中 要选择第一 前期下跌幅度比较大 但是有一定话题的行业龙头股 那么这些股票背后还是有大量的资金 一旦当股价下跌幅度超过15%到20之后 就会迎来新的机构资金注入 并且迎来行业的风格转换 股票方面的投资 我们今天就简短的说到这里 那么昨天和今天的二联储官员分别讲话了两次 那么昨天和今天的讲话内容呢 主要是根据目前澳洲经济环境给出的未来一到两年的利率方面 以及国债购买数量方面的指导意见 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 澳洲的经济的目前是在缓慢的复苏过程中 那么澳联储的一项是全球比较稳健的央行 那么比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央行呢 要保守一些 这个保守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呢就是在利率上 澳洲央行明确规定 或者是叫确认 在未来澳洲不会出现负利率的情况 澳联储也不会将利率进一步下降至零 或者是零以下 因为实际利率 如果是民意利率是零 实际利率就已经是负值了 所以呢这样的表现来看的话 澳元呢首先就会得到一定的支撑 那么澳元汇率呢 目前在0.77上下震荡 最高0.78最低0.77 这样100个点之间上下浮动 也是因为虽然美元最近走强 但是澳联储的一系列讲话 依旧让市场认为呢 在短期时间里面 澳元也会存在一定的支撑 因为毕竟澳洲市场体量总体偏小 印的钱呢总数也是偏少 而现在全球国家 都在搞社会的基础修饰建设 进口大量铁光石 同矿大农商品价格普遍上涨 作为农业出口大国和矿业出口大国的澳洲来讲 澳元呢得到了目前全球国家的 必须作为储备货币的货币种类之一 因此呢澳元在全球目前的需求度就会增加 所以再回到澳联储方面呢 澳联储第一呢就是认为利率呢 将继续维持在0.1%的水平 现金利率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持国债收益率啊 依旧是在保持在0.1%的水平 国债利率收益率基本上等同于一个国家的五风险收益率 跟现金收益率的重要性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们知道资金呢在一个国家最大的体量呢 就是来自于养老金啊或者是来自于机构的资金 那么这两部分资金呢他们的投资标的呢非常有限 就是两个市场第一个呢就是债权市场第二是股票市场 我们很少听到国家主权基金啊 或者是银行的这个信托啊或者是super 咱们的养老金去投了一些residential的商业或者是住宅用地啊去搞开发 这个呢基本上是房地产公司啊去搞的 房地产公司做的开发项目呢基本上也只是为了本家公司来服务的 那么作为主体来讲的话房地产单一的开发公司呢 它的体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啊 一个项目可能就几十亿啊几个亿奥币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对于国家主权基金以及我们的super啊 我们的fund来讲基金来讲 它的体量呢是足够大的 因此呢大的市场能够容量这么多资金呢 就是债券啊和股票两个市场 所以呢目前维持啊债券收益率在0.1% 就对标了美国目前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 上涨已经飙升到了1.7%左右 造成了前段时间美国股市非常恐慌 大家开始撤资离场 那么澳洲呢政府澳联储这样的规定呢 也基本上给到了指导意见 就是未来澳洲在资本市场国债啊 或者是债券股票市场的资金充足率还是非常高的啊 现金流动性非常好 因此大家不需要过度紧张 把资金呢从资本市场快速抽离啊 所以就是再给市场注入了一粒定心丸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如果是国债购买额度或者是数量到期了 比方说到四月底 按理说澳洲政府不再继续购入国债 但是现在每周呢购入50亿 而在四月到期之后 按照目前澳联储公布出来的政策来讲啊 依旧会继续保持原有的购买速度不变啊 继续向市场注入充足的资金 保证市场的平稳运行 所以整个基调下来的话 我们看到了澳联储的表态呢就是第一啊 严厉保证社会的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降到足够低啊 维持低利率时代 在未来的一到两年 我相信澳洲不会轻易加息 第二点呢就是继续使市场上的流动性资金足够充足啊 比方说澳洲政府印了很多钱 发了很多钱给老百姓啊 给企业啊 给补助 但是呢这些钱大家不花了啊 不去消费 而是存在银行或者存起来了 这个不行啊 因为只有资本流动起来了啊 那我们的社会下能创造出价值 如果是每人把工资 把存储蓄啊都放起来了 它不流动了 市面上我们不可以 买东西了 那么企业呢就赚不到钱 企业赚不到钱呢就没有办法发工资啊 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只有我们去消费了 我们拿工资去消费了啊 那企业赚到钱了啊 那么企业的员工呢也会赚到钱 大家拿到了提成 拿到了工资 拿到更多的收入 又去进行更多的消费啊 这是流动起来 会创造真正的收益价值 而金融的本质呢 或者资本的本质呢 就是让资金流动起来 创造出更多的流动性价值啊 所以流动性本身呢 在那表态呢 也继续坚定啊 这一目标 保证市场充足的流动性啊 所以说根据以上几点呢 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三到六个月的时间里面 澳洲的股市呢 依旧会平稳啊 站在六千七百点上方 有可能还会继续跟随美国股市上冲 那么中国和美国的个股呢 我们继续推荐的啊 就是像受到低呢 大宗商品继续价格上涨的利好 以及未来通胀预期的提振啊 所以可以购买一些啊 像农产品啊 像铜矿这一类的股票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此前上涨幅度较大 目前出现了严重回调的一些 比方说拼多多啊 中概股 那么在最近几千的表现也还都不错啊 股价呢 也是从低位反弹上去了20%到30% 所以呢 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呢 一定要找到啊 资金青睐的这些股票 那么只有资金青睐的话题不断的 那么才不用担心啊 长期时间我们的资金呢 被套在某一个股票上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啊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是想获得更多关于股票啊 澳元汇率啊 黄金石油等期货金融产品啊 这些信息和报告 欢迎和我们屏幕下方的小顾手取得联系啊 可以通过微信电话啊 包括网页和邮箱和我们沟通 那么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评曲 李宗盛